东南澳7月17日训,海峡导报记者林立平文全巧思图延年夏日,不少家长会将孩子送到婴儿游泳馆游泳玩耍,有些宝宝才出生没多久,家长也会带去玩,那么市场上的婴儿游泳馆是否靠谱呢? 近日,导报记者走访了几家大型婴儿游泳馆,发现目前婴儿游泳馆暗藏不少公共卫生隐患,与成人游泳馆相比,婴儿游泳馆少了定时抽检,完全靠商家自律,不少家长担忧婴儿游泳馆的水池是否安全? 寄着走访,宝宝将水池中的玩具塞进嘴里,在四名区湖明路有家婴儿游泳馆,共两层,楼下有一个大池,楼上有一个装池,以及数个独立小池,一位妈妈带着七个月大的男宝宝来到了该游泳馆 据该家长介绍,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带孩子来游泳馆玩,主要想锻炼一下孩子的运动能力 游泳馆的工作人员为宝宝稍微做了热身运动,随后为宝宝更换防水尿布以及清洗身子后,将宝宝放入泳池,宝宝套着趴圈在水池中开游,不时蹬蹬脚,水池中有各种颜色的塑料玩具,很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宝宝伸手去抓扶在泳池里的小球,抓到了小球就停一起演,尝完了红色的,又伸手去抓了一个黄色的小球再尝一尝 宝宝的妈妈不时将手伸进池水中,和宝宝一起玩耍 此时,一位奶奶带着两周岁多的小男孩,也来到了游泳馆 小男孩下水后,工作人员将数十个小玩具倒入水里 小男孩抓起自己喜欢的玩具玩,在一旁的奶奶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玩具,就将手伸进池中拿给小男孩玩 据该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每天营业结束后,会将水池中的水放掉,灌满清水,没有加漂白粉等消毒剂,水池中的玩具也会每天清洗 家长随意将手伸到泳池中,在加州商业广场赋一楼一家摩英店里,有一家婴儿游泳Sport生活馆 该游泳馆用玻璃与销售区隔开,若要进入常管,需要更换拖鞋 据该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每天傍晚六点过后就不再接客,要对游泳池进行换水清洗 在游泳馆的中部有个大的游泳池,大约十立方米 当天下午,有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到游泳馆游泳,水池中有很多小玩具 大部分家长会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不时随意将卫清洁的手伸到泳池中与孩子互动 陈先生的儿子八个月了,小家伙套着趴圈在水里玩耍,玩玩水中的小球还拿起来吃 据陈先生介绍,在儿子四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带他到游泳馆玩 主要想锻炼一下孩子的肺活量及胆量,看到孩子在水中漂浮着 陈先生脚手伸进水里,拿起玩具逗孩子玩 黄女士也带着十一个月大的女儿到该游泳馆游泳 据黄女士介绍,宝宝三四个月大的时候,体质比较弱 经常感冒,听说游泳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质,于是他就办了卡 有空的时候就会带孩子到游泳馆游泳,每次游个十五分钟 回去也比较好睡 在大游泳池的一侧,还有七八个月一立方米的独立小池 是给六个月以下宝宝使用的 当前范女士带着四十天大的宝宝到该游泳馆玩 小家伙套着泊圈,吓到水池中挺淡定 范女士不时拿出手机给宝宝拍照 家长担忧,最关心的是是否每天换水消毒 宝宝记者对部分家长进行小范围调查发现 泳池场所的卫生问题,尤其是水质问题,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家长王先生说,我有带孩子去游泳馆玩过 婴儿游泳馆说是每天都有换水 水质看上去也挺干净,孩子天生都是爱玩水 即便玩一边运动挺好 但是说实话也是有些担心 游泳馆是否真的每天都有换水消毒 应该要有部门监管 据了解,关于泳池常见的消毒方法 目前国际上有通用的三种消毒方法 药氯气消毒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 但氯有强烈的刺鼻味道 因应而泳池一般不建议采用氯消毒 臭氧与紫外线相结合,也是一种主要的消毒方式 这种消毒方式对技术控制的要求十分严格 因为臭氧过量使用,可能有轻度中毒的风险 第三种就是铜氯离子消毒 离子能被人际代谢 安全性较高,相较于前两种消毒方法 铜氯离子消毒方法的成本投入更高 同时不经过任何消毒处理 水在加热到三十多摄氏度时 很容易滋生细菌 于是他想出了妙招 在上午店家开门不久就带孩子去游泳馆 游滴吃水 他感觉店家前一天晚上刚换完水比较干净 部门回应 因而游泳馆水质不在监管范围内 每年是卫生寄生监督所都会对全市各类游泳场所进行水质监测 并向社会公布水质检测不合格的单位将被责令整改 并进行二次抽检 两次检测不合格的单位将被依法处以罚款到停业诊断行政处罚 那么是卫生寄生监督所是否会对婴儿游泳馆进行监督检查 对此导报记者联系了该部门 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而游泳馆不在市卫生寄生监督所监管范围内 导报记者随后联系了市市场监管部门 对方也表示婴儿游泳馆水质不在管辖范围 专家建议市政协特邀研究员朱蒋怀 明确监管部门规范行业发展 市政协特邀研究员朱蒋怀表示 目前对于婴儿游泳馆从业人员的资质 游泳场所的规范 以及水质监测都没有明确规定 暗藏公共卫生引化 他表示对婴儿游泳馆 要制定明确的行业准入和监管规范 婴儿需要特别呵护 应该要有更加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 目前政府最需要明确的是 到底由那个监管部门来负责监管 明确婴儿游泳馆需要承担的责任 以及阴近的义务 规范行业发展 医生建议 为孩子选择游泳圈 尽量选业圈及趴圈 聚修儿保健医生建议 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游泳场馆时 应该选择规范经营的婴儿游泳馆 卫生条件不好的游泳馆 以引起婴幼儿皮肤病及肠道疾病 这两种泳圈比起颈圈较为安全 因为带颈圈孩子的脖子 在游泳过程中与颈圈摩擦 会对颈动脉道造成压迫 可能造成孩子的脑部缺血缺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讯